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拜团正为着待会儿的聚会紧密彩排 而担任吉他手的宋正傅 在教会的成全下将专长发挥淋漓尽致 用心弹奏出的每个音符都感动人心 但难以想象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他 其实在童年时期曾是被老师带头霸凌的对象 同时家庭的破碎也造成幼小心灵难以抹灭的伤害 甚至还因此尝试轻生 但是在上帝默默的保守和贵人的指引下 他已走出人生的流泪骨 过往的挫败成为N点记号 各位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我们平常在新闻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个主题 就是霸凌 现在大家很关心这个议题 常常会关心的重点会是在孩子之间 同才之间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个来宾 小的时候碰到霸凌的问题 这个压力来源是来自于老师 就从老师来的霸凌 其实对孩子来说 承受压力更大而且更难解 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郑夫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大家讲到霸凌都会特别的严肃了起来 而且是老师霸凌 对啊 在你多大的时候 在我国小一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成绩没有到很好 然后功课也有的时候没有写 老师就开始就是说 就是你怎么这么垃圾 连功课都不写这样 对然后成绩这么糟 然后后来同学同班同学就开始 就跟着叫你垃圾这样 三年级的话 老师就几乎天天把我叫在讲台上 然后半顿 然后他就上课上课 然后就会 譬如说拿棍子就偶尔过去 就是打你一下 就是在全班面前就是戏弄你这样 可是三年级老师跟一二年级应该不一样 对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但到三年级碰到另外一位老师还是这样 对而且更严重 就是没有原因的就叫你发泄 没有原因 对所以小时候我们会很喜欢上体育课 那我是不准去被上体育课的 我就是体育课的时候 要留在教室发跪 然后发泄 天哪 因为老师欺负你嘛 所以同学也会跟着欺负你 所以同学可能就下课时间啊 经过你的时候 他就会打你一下 或是踹你一下 那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 我就是真的被欺负的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讲说 就是班上有同学欺负我这样 那我妈妈就说 那请我哥哥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哥哥大我三岁这样 那隔天呢 我哥哥就在早自修之前 对然后我哥就找我班上去 然后他就问说 有哪些同学是欺负你的这样 然后我就请那些同学出来这样 那我哥哥就也很客气 他就跟他们讲说 请你们不要再欺负我弟弟了 对然后我哥就回去他班上 那到早自修的时候老师来 然后那些同学就跑去跟老师说 就是我请我叫哥哥来这样子 那老师就把我叫到台上 我想说老师中午要处理这件事情了 对那没想到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给我一拳 蛤 对 给你一拳 对给我一拳 冲我肚子打下去 然后他就说 是你男老师女老师 女老师 他就说 你以后不准再跟你家人讲 这件事情 对那班上同学就开始笑 对就开始取笑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的内心当中 产生了很大的阴影 一定的 对 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 你就根本就不愿意 在学校的状况让家人知道了 对 所以每天早上醒来 就觉得我要去学校 就觉得很害怕很恐惧 对然后所以就不敢去学校 然后或是 或是会不想去学校 是 那妈妈就会逼着你去 因为你怎么 因为她可能也不太了解状况 所以她就是会 所以你真的很不想去 然后她就可能会打你 就叫你去 那我就在家飞打完之后 去学校又被打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只要想到上学 应该压力就超大 对非常非常大 所以很害怕的 早上醒来就开始害怕 这样 你刚刚讲是一二三年级 对 三年级之后的状况呢 三年级之后状况就 比较好一点 是同一个老师 后来就换老师了 就换老师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有好转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学校是很可怕的地方 然后老师也很可怕 所以那时候可以说就已经放弃学习了 所以你在功课上表现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是的 在小时候 那段经验 在当时的你 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觉得给你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在小时候的求学就让我是很没有信心的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笨 然后是 就是很糟糕 对 是不是 成绩很不好 很笨 然后老师不喜欢你这样子 对 就变成一个 内化的一个自我形象很差的一个状态了 对 那家里头 你说妈妈 你不上学妈妈也会用打的方式吗 对 我们家是 开工厂 对 子类代工工厂 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住我家楼上 所以小时候家里也很忙 然后爸爸是工人 所以就是讲话很大声 然后很凶 所以家里每天就是吵吵闹闹 然后讲话很大声这样 那就是有时候放学回家 就会先帮忙工作 小时候回去就先帮忙 做家里的工厂的一些工作 然后再上去写功课 可是就是常常不会写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爸爸妈妈又忙着工作 所以他们几乎都在楼下工作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人在楼上写功课 可是很多时候不会写 所以有时候妈妈上来的时候 她就看到你没有学功课 然后她就又打你一蹲 然后又下去工作 可是你还是不会写 所以你还是写不出来 对然后就所以隔天就是到了 到了学校然后就是没有写功课 然后又被老师打 就是这样一直恶性循环 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家里除了你就哥哥 对没错 所以你小的时候应该承受了很大情绪的压力吧 对应该说比较压抑 比较压抑 比较压抑 对然后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就是可能表现给家人 或是给朋友的感觉 就会觉得就是你好像 好像就是反应比较慢啊 或是好像比较笨啊 这种感觉这样 那父母亲之间的相处状况 其实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因为常常吵架 对然后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然后很忙碌这样 所以你常被打 然后爸妈常吵架 回到学校被老师欺负 被同学笑 没错 你有没有曾经情绪很低迷到一个 怀疑人生的底部在哪个阶段 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就是想要结束掉自己生命 在国小的时候 然后 在国小几年级的时候 这我想法 大概也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小时候不太懂啊 虽然有就听过 就是大人讲过一个 叫做弄叭祖善 是撞墙自杀这样 然后所以我想说 哇这样是不是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有一次我就 就是在我家啊 就开始一直撞墙 对我想要结束掉我自己的生命 就撞墙 那 我爸就从旁边走过去这样对 那 他就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说 撞大力一点 蛤 对 他说你这样撞不会死 要撞大力一点 那时候就很难过啊 对 然后就 就只要跑去 就是跑去哭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又离不开这个世界 然后我在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好像没有人爱我 长期读经祷告 帮助宋正父 渐渐走出童年的阴霾 而教会更是在他家庭失去功能 即将陷入迷惘的时刻 给予实质的关怀与帮助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就是他有一阵子 因为父母好像离异这样子 然后就他就离家 离开家 然后离开家的时候 那时候他唯一的 唯一的去处就是 他就找了一个那个 教会的传道这样 然后像应该是传道吧 我记得 然后他就住在 住在他们家 这样住了好像快两个月这样子 对 那个我就是觉得 我一开始想到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家庭可以就是 就是 让一个小孩子可以离开家 两个多月没有回去 印象中两个多月 对 然后 想问可是又不太敢问这样 因为有时候问那种父母的事情 怕会又去触碰到 就是比较敏感的地方这样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 要换我在内 没有一个人希望 他面对到的是一个 家庭状况是分裂的 可是 当你面对到的时候 你要做抉择 非常糟糕的时候 然后 刚好 我从教会里面的环境 然后让他 在最不好的时候 陪伴他 成长成长 教导他 政府才这么少年纪 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 换了两个老师 但是都对他非常非常糟糕的霸凌的方式 在对待着孩子 回到家里头 父母亲之间常常吵闹 甚至爸妈都是用比较 直接打的方式 打骂的方式来管造孩子 真的在小时候 心里头就累积了很多压力跟伤害 但其实父母亲 你刚刚讲的关系也不好嘛 后来他们也就分开了 对 没错 那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大概多大的时候 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有一次我暑假去参加童军的露营 那回来之后就发现 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他跟爸爸已经离婚了 对 那个时候瞬间就觉得 你以前譬如说家里吵吵吵吵 但你至少还有个家 可是你现在连家都没有了 对 那时候就陷入一个 很情绪非常低落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就每天睡不着觉 对 然后吃不下 对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接触吉他 所以我就常常弹着吉他 那时候我一天就是抱着吉他 弹吉他十几个小时 对 然后常常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 就是好像睡着了 然后一边在哭 然后但手又一边在动 就你的意识给你 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干嘛 对 是 所以是有忧郁症吗 对 是有忧郁症的状况 又去看医生 那时候还不知道 可以可以去看医生 对啊 没错 会莫名的哭嘛 你刚才这样 对 没错 有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 对 那时候也有想要结束生命 那时候也没有 完全没有抒发的管道 所以那时候我唯一的抒发管道就是 练吉他 你怎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我是算是 国中毕业的时候 开始接触吉他 怎么会有机会 那时候是看到一个 我同学 对 然后他去比赛 然后自弹自唱 对 然后拿到第一名 就觉得好帅哦 对 然后就自己也很想要学吉他 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就说 那你教我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不然你去 你就至少你要先买一把吉他 然后你把吉他带来学校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把吉他扛去学校 然后每天 就是问他 这个怎么看 一下课就跑去拿着吉他 就扒着他问 对 没错 后来爸妈离婚之后 你是跟着妈妈吗 对 跟着妈妈 因为那时候离婚的之前 就是我 我妈妈也买了把电吉他给我 对 所以 我说我那时候很优越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每天就弹着那把吉他 弹着那把吉他 对 有意见吗 有 非常地反对 所以从高中的时候 就是他说 就不准我玩 这样子 对 那我就说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想要 我也跟他很坦白说 我未来也想要 就是从事这样子的行业 这样子 然后就被骂了一顿 就玩音乐 组band 对 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 音乐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就很 很勤 很勤的练习 那我那时候组团的 其他团员 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都比我大 然后或是社会人士 那时候也参加很多音乐剂 对 感觉怎么样 就觉得很快乐 就是你在台上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很释放 所以你后来跟妈妈 就是过日子的时候 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大概怎么样 其实我们家 从小的习惯就是 其实几乎都没有什么在沟通 回到家 他就是就问你是吃饭了没 肚子有没有饿 对 就就没有了 我们我们没有所谓的交流 对 所以 可能就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 他可能 就是觉得不OK 他就是就用骂的这样子 对 就比较不会用沟通的方式 尤其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高中我是读夜间部 成大夜间部 那 我早上在做水电 早上在做水电 在做水电 所以我就 我们在工地里面 那 印象让我最深刻是有一天 我那一天的早上 我们在做一个透天错的 那个叫什么 画糞尺 对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要 哇 然后就忙了一整天很累 然后全身都是沙子泥巴这样 然后回到家之后 我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就想我要休息一下 那我妈就过来 然后她说 那个厕所电灯坏掉了 怎么都还不去修 然后就哔哩啪 就是又骂了一堆 一整骂 对 然后我就说 我真的很累 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然后 她也听不进去 就哔哩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那时候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 骑着摩托车 我就离家出手 然后 那时候我已经接触教会 也是因为 音乐的关系 对 那时候我认识一个 我在同军的学长 对 那时候他也是吉他手 然后他介绍了他的表哥 他是一个鼓手 那后来我们就一起组团 那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要打给谁 去哪里 对 我不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打给谁 那我就骑着摩托车边哭这样 然后我就打给他 打给同学 打给那个鼓手 然后他就说 那 那还是你要住教会传道人的家里 对 传道人说好啊 可以 对 觉得蛮不错的 对 那住在他家的时候 其实蛮冲击我的 为什么 对 因为传道人在教会工作嘛 那下班之后回到家 然后就会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 然后他们会一起读经 然后一起祷告 然后一起彼此鼓励这样 然后我就哇 原来一个家可以这样相处 对 然后就那时候就在心里 就是自己许下一个愿望 说我未来一定要有个基督教的家庭 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就顺势水电的工作也就辞职了 对 也就没有去 就辞职了这样 那所以我就 白天的时候就在教会帮帮帮他 一些零碎的忙这样子 对 然后晚上就跟着他一起回家 然后那时候教会有帮我联络 妈妈 然后他就说 小孩在这边很安全这样子 所以我就这样住了几个礼拜 所以你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 真的接触了几个信仰 对 可以这么说 一开始就是被人的温暖跟爱 所适应了 那到后来你很快就也受洗了吗 对 其实不太明白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受洗 但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试试看 对 我要去开始接触这个信仰 然后想要过一个像他们那样子的生活 对 没错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 受洗看看 其实说起来蛮好笑的 就是在受洗之前 你自己就会觉得 就是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 起来之后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啊 或是你可能忘掉过去的一切 受洗完之后 一样啊 对 但是确实我开始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开始会有一个依靠 对 因为以前譬如说在家也没有依靠 对 那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一位天赋 对可以开始去依靠这样 那你有开始对于你过去受的伤害 小学的时候被霸凌的这个很糟糕的经验 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因为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就是等我长大之后 我要回去把你杀掉 哇 这么恨 真的 因为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 然后让我就是这么惨 这样 对 所以我就会想说 我可能要去学校门口堵他 然后就会有很多这样子报复的想法 不断的反思 对 然后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喜欢音乐 是 对 那那时候我就跟基金会提了离职 对 我在那边住了三年半 然后就提了离职 然后我就想说 我先去打工度假个一两年 然后顺便学习英文 说不定在国外学音乐 或者回来台湾学音乐都可以 为了回馈上帝的保守与恩典 宋政赋带着感恩的心 用热爱的音乐投入教会敬拜团服饰 至今人乐此不疲 好 来 上来 出门 我看一天如果24小时 他几乎就是 到底有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了啦 我怎样这样讲 因为我们家的环境没有办法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都要靠自己 然后 音乐 陪他成长 所以说 他的成长过程 一路当中 就是神安排不同的贵人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贵人 指导他 然后去发现他 这方面的天分 那时候他有一个女朋友 然后他说 他跟我说他排名 他的重要顺序 他说第一个 他说第一个是上帝 这没有问题 在他生命中最重要是上帝 第二个是音乐 第三个才是他女朋友 那时候他女朋友在旁边 这样 女朋友听得 就是 但是他女朋友那时候已经接受 已经接受他这样的逻辑 那所以其实 看得出来他至少在 在那个时候当下 他其实也是把 把福音这件事情 放在很高的 很高的顺位这样子 高中因为跟妈妈 吵架而离家的政府 后来呢 是住进到了一堆 传道夫妻家 对他人生 等于也带来一个很 不一样的转变 进到了教会之后呢 你还是持续的在学音乐吗 还是很喜欢音乐吗 那你到后来有想要念 跟音乐有关的吗 其实我中间有学学一年 那我想要考 音乐系 对 那我就休学一年 然后准备音乐 音乐系的考试 然后去考试的时候 我的术科的成绩是非常高的 我的演奏啊 乐理啊 这些成绩是非常高 可是我的学科成绩 确实是非常的糟糕 就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后来怎么办 就是继续回去读我的电机系 对 然后好像也在一个基金会工作 对 这个基金会是在 专门辅导青少年的一个基金会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 对福音就很有 很有热情 对 很有负担 然后 尤其是对学生族群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开始往学生 校园宣教啊 对 然后见到校园 然后去跟学生接触 对 这样子的施工开始 那这持续下去 就离音乐的路越来越远了吗 对 所以我后来就 还是不断的反思 对 然后就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喜欢音乐 是 对 那那时候我就 跟基金会提了离职 对 我在那边住了三年半 然后就提了离职 然后我就想说我先去澳洲 就是 打工度假 那时候也很流行 打工度假 那我就想说那我先去 打工度假个一两年 然后顺便学习英文 说不定在国外学音乐啊 或者回来台湾学音也都可以 到澳洲没多久 就有朋友介绍 我到了一个水果工厂 那其实我在澳洲 其实 对我来说 是我很大金利省的一个 一个阶段 对 一个阶段 首先我在我的水果工厂 因为我的英文没有很好 但我的老板都是澳洲人 所以 还有我的长官都是澳洲人 所以他们都讲英文 然后澳洲的口腔 他们的口音 对 口音 他们的口音又跟我们习惯的 美式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就会听得很吃力 所以那时候 常常我就会做错事情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我把 两个不同品种的橘子 对 成千上万的橘子混在一起 然后我的 我的长官 Supervisor很生气 他就是拿着然后直接摔 然后就 因为我叫Jackie 然后就很生气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想说 糟了 我可能明天不用来 对 那我就 我就先去到餐厅 先跟他道歉 对 然后 后来我就跟着他一起 把橘子分开 我都一直觉得 我好像 知道我明天应该不用来的 但是 就居然没有被fire掉 那后来我就去学 怎么跳水果 怎么操作机器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一直犯锁 不断地犯锁 那 我就真的经历到 原来天赋是这样子 在教导我们跟爱我们 当我们不会做错事之后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 对 然后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就是加分 所以我们是不断地被加分 被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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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你还有办法聚会吗 因为在欧洲那个环境 可以可以 那个教会他们是在 在做背包课施工 对 所以我们是背包课 那 那个地方 那个教会小小的 对 那 那 大约就一百人左右 然后就是他们 因为我们去那边等于是外劳 对 但是他们 真的是尽心尽力地爱我们 对 就是聚会啊 然后组东西啊 然后帮助很多背包课 比如找工作啊 学英文啊 很多的这样子的事工 那我就问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 会想要这样做 那他们给我一个回答 我让我蛮感动的 他说 如果你想要种出一片森林 你不可能在你家后院种出来 那这就是他们的理念 他们希望 你不一定是在这里 回馈在我们的教会 而是回到你的国家 回到你的生活环境 去祝福到你国家的教会 或国家的人 对 所以让我觉得 哇 好棒 居然有一个这样子的教会 所以这一年的时间在澳洲 一方面你从你打工的环境 有很多的体会 是 然后二方面在这个背包课的 教会里头 也被有很多的喂养 是 没错 那一年回来之后 真的有存到钱 有 存到钱 蛮幸运的 存到一笔钱 存到一笔钱 所以你就又继续你的音乐梦想 后来我决定就是 台北有一间就是私立的 音乐学院这样 那他的老师其实都是一些 从国外一些有名的学校 然后学音乐回来的老师 所以他有很完整的系统 所以我后来决定 要去那间学校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跟我妈大吵一架 真的非常严重的 那我又说我要去学音乐 虽然从我接触音乐开始 你就没有支持过我 我就说就是 没关系你这次也不用支持我 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这次不要拦阻我 你不要挡我 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后来好好地跟我妈讲 然后他就 他还是很生气 对 但是他就 他就默默地走了 就放你了 所以你就自己上台北 对 我就自己上台北 那就过一个纯学生的生活 对 没有收入 然后每天去学校 我就骑着 因为那时候没有收入嘛 所以我就尽量地省钱 我就去买 骑脚踏车上学 对 然后 从早上 他可能门都还没开 我就在那边等 对 然后等 动读生来 来开门 那 课间课堂的时候 我就 就会 一个人在里面练 在那边跟很多 真的很厉害的音乐人互动 也大开演技 是是是 最大的是 我们老师后来 带我去 英国的音乐集 对 那是全世界 最大的音乐集 就跟了一些艺人 制作人 唱片公司 杂志的 一些编辑老板 然后 一起去到了 英国这样 对 那 在英国的时候 真的是大开演技 因为所有 全世界最顶尖的人物 最顶尖的乐手 歌手 都在那里了 可是你知道那地方 全部人都是最厉害的 的时候 你已经 不会发现任何的比较 全部都是 享受 Enjoy 对 然后我很想要 进入音乐圈 或是 就是 就是唱片公司等等这样 然后我就 因为有一些人脉啊 然后一些朋友啊 在台北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哇 那我要开始 有机会 对 我要开始从 从音乐发展了这样 但是没想到就 发生了巨变 正当宋正赋做好万全准备 即将与音乐市场的工作 接轨时 却未料遭遇失恋的打击 打乱规划好的人生步调 过去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 再次爆发 我觉得正赋是一个很 就很真诚的人啦 所以他对人也都是很 就是说很用心啦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包含当然一定交往的对象 他 其实他都是以 因为包含我觉得 教会的方面也都是鼓励 比较是以结婚为 为这个方向嘛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啦 对那所以当然可能对方的想法 因为对方那个时候还 算还不是基督徒嘛 所以可能这方面的 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一起的想法 对 所以他当然因为 以是 如果是以结婚为方向的话 到最后是分开 当然会是很 很难过的样子啦 有了好几天就是都来我家 然后 我就早上喝酒啊那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这样子 我也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 陪伴他这样 我就只是就是 跟他一起坐在沙巴上这样 对然后什么都不能做这样 对 那那个 那他在这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觉得男人 多少都会都会这样子啊 就是会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压得就是有重担这样 觉得说 男人就是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那很明显音乐这份 音乐工作对他而言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这样 我可以感受到 他对于情感的态度 因为经历过破碎 因为他发现人的道路 有不得自己 他发现他的一生的道路 就是生长圈 他半点有不得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让他彻底的 吃到某一种程度的苦头 但是 这也就是他 碎变的一个开始 政府去了一趟 英国的音乐季大开眼界 回到台湾正准备要这种 雄心勃勃地开展他的音乐 专业的道路的时候 就没想到这时候是感情出了状况 所以是 当时是女朋友跟你交往多久了吗 那时候我们大概交往了一年 可是我们认识很久 我们认识大概有七年 有任何征兆 觉得你们感情出现变化吗 其实还好 还好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 我没有办法再支持你 就是从事音乐这样 对 那我就突然间觉得 哇 就是我的世界就崩裂了 对我的计划 然后我的 我所有的规划 然后我也没有人支持我了 对 他这么说之后 你有试图做出什么挽回还是 有啊有啊 跟失去了支持 那我也什么都没有了 对 因为在台北学音乐这段时间 我也把我的积蓄 几乎都花完了 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 我没有钱 然后没有工作 对 然后也没有家人 然后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对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就是讲完电话 我就站在 呃 站在一个天桥上 嗯 对 然后我看着下面 来来去去的车 对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跳下去 哇 对 我想要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 我还可以干嘛 对 然后好像我做错了决定 对 我做错了决定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 所以那时候我很想跳下去 那 当我想要跳下去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哦 我有一把吉他要还人家 嗯 隔天滑完他吉他之后 我再打算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 啊我的 我的 呃 精神状况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嗯 对 那当然也是睡不着吃不下 嗯 那那时候我就 开始滑手机 我在看 呃 有什么 心理医生 哦 我想要看心理医生 然后 可能有些药物的治疗 等等 那当我在 隔天我在滑手机的时候呢 突然间有一个 很久没有联络 大概 对 很久没有 大概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传道人 突然打电话给我 嗯 然后就 诶 怎么会 怎么会打给我这样 然后他就 我接起来的时候他就说诶 政府很久不见这样 然后过得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他的老婆就是突然间 就是他们出去玩 玩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 肚子很痛 然后紧急就医这样 那那个医院就在我家不到十分钟 嗯 对 然后他就说诶 那你要不要一起来聊一聊啊 什么的 然后说哦 哦 好啊 然后 我那时候我就打算是 我去看完他们之后 我就去看心理医生 对 那我就去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最近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跟女朋友分手 对 然后我的状况 然后我就开始哭啊 就很难过 对 那 他们也安慰我 然后后来他们就介绍我 去高雄的教会 高雄哦 对 你那时候人在哪里 我那时候人在台南 对 我就回到台南了 对 刚回到台南 然后他就说 高雄的教会很棒 对 然后他就说 那边有很多原本 有忧郁症倾向的人 然后后来好起来 对 然后就介绍我去 到了高雄那个教会 嗯 就是我们的祷告会 或是 某文歌的讲道 他就很常讲到老鼠 如果我们不老鼠的人 就很像我们抓着他 你就会被他带着走 对 他去到哪里 我们就会被带着走 你没有办法就是 很自由 或是你没有办法去到天父 要你为你预备的地方 这样 那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几乎 每天都在做 饶恕的祷告 对 就 从国小老师啊 我想到的任何 得罪你的人 然后 对 所以那时候 某文歌的教导一个祷告 他说 虽然我们很常会去 想要去饶恕人 可是你会发现 你做不到 对 就是天父老 我要饶恕他 可是你想到 你还是会很生气 对 你还是做不到 所以某文歌的教导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 天父老我选择 来饶恕他 可是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来帮助我 所以那时候我很长时间 做了这段祷告 然后每个 每个礼拜祷告会 就是哭啊 饶恕啊 我选择饶恕 谁谁谁 就每个人的名字念出来 对 那 就是 真的就是有一天 就是你会觉得 哇 很轻松 或甚至你想到 对 你想到他们 你甚至会有一股爱 从你里面拥有出来 对 你会觉得 哇 就是 天父也非常爱他们 对 这样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老鼠之后 你自己优越的状况 也都 也就都没有了 对 没错 那在工作的部分呢 因为你 原来回来打算要做音乐工作 从我回到 南部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去找过工作 都是工作来找我 对 从一开始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去乐器行教课 然后去到学校社团 那 这件事情也很神奇 他是 那个老板 po在Facebook上 那 我的朋友的朋友 看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传给我的朋友 那我朋友去联络这个老板 跟他讲说 有一个吉他手 就是从台北回来 然后弹得不错 你可以考虑这样 然后他就 乐器行就打电话给我了 因为他把电话留给他 然后 然后一联络上 就发现 这个老板是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在乐器行练琴 然后 那他那时候是大学生 对 那现在他是乐器行老板 对 我就哇 怎么那么巧 然后我们就去 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就开始在乐器行教课 然后在社团教课 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也有 陆陆续续有很多人介绍家教啊 然后社团啊 然后甚至 我在远东科大的工作也是这样 我在远东科大的流行音乐系 对 教吉他这样 所以是一个正直的老师 对 正直的老师 哇 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 就是我那时候 我在教一群小朋友 弹乌克力力这样 乌克力 那我们就刚好中间休息十分钟这样 然后一休息 东西才刚刚放下 就有一个陌生电话 然后我就接下来 然后他说 你好我们是远东科技大学的 对 流行音乐系 然后我们想要请你来教书 然后我说 我想要去诈骗 对 就是没有原有的 我也没有去投履历 然后 以前也没跟他们有特别的连接 对 也没有 然后怎么会找上我这样 然后他们就开始问问问 就是 然后旁边有小朋友 我就开始回答 然后旁边有小朋友说 老师你现在是在电话面试吗 我就 我也不清楚这样 对 然后 那时候我们的系主任 他就请我 然后把我的资料寄给他 对 然后过一个礼拜 我就到远东科大去教书了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 突然间整个身体状况很不OK 然后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他要去急诊 可是他不知道打给谁 他就打给我 然后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来救我 他就是很虚弱的声音 那我就 我就后来就跟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就开车 开我的车 就跑到他的宿舍 我就知道 你打安全牌我想 我们现在学蓝调吧 对啊 你都完全没有放招 对对对可以用 在教会的支持鼓励下 宋政赋找回失去的自信与喜乐 不只能陪伴迷失生命方向的学生走出低谷 他也开始学习饶恕 如今与家人关系渐入佳境 在他的课程里面 其实他广受学生的喜爱 那么学生也很自自然而然 会对正副老师 释出非常大的信任 信赖 因为正副老师对他们是全然的接纳 而且他特别是对于那一些 其实比较不瘦弱的 然后不被看重的 或是他可能是比较边缘的 性格边缘 或是表现边缘的同学 他会有更多的耐心跟爱心 在课堂之余很愿意去陪伴 当然就第一个 就是你看得出来是很开心 看得出来他的笑容 那生命上面是真的是越来越 越来越健康 他上次也带了妈妈来我们这边 透过母亲节 然后也会邀我们的一些家人们 或者朋友们 透过一些节日 去家里面烤肉 就是透过这些跟家人 跟妈妈去建立一个关系 当我有时候真的 我也是很无奈的时候 儿子会抱我 叫我不要伤心 通常一般可能都是 爸爸或者妈妈 擁抱孩子 给孩子力量 我这会给我的感受是 这会拥抱我 给我力量 建福原受伤心 在教会里头被教导 学习什么老术 慢慢地恢复过来 后来也很奇妙地 做了很多不同的音乐教学的工作 所以你刚才讲 有在乐器行嘛 有在远东科大 现在都还持续在教 持续 所以也有小朋友跟你学乌克力力 对 所以你的学生有很少的 年龄层从四岁五岁到七十岁都有 七十岁 为什么七十岁也有 就是出社会啊 退休啊 然后就是来月向学的 哦 那跟不同年纪的学生互动方式 应该就很不一样 对 差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 我可以学习 跟不同年纪的人互动 比如说 学校同学之间的一些争执啊 或是讨厌某个老师啊 对 等等这样子的问题 嗯 然后就是他们很愿意在上课的时候跟我分享 那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上课大部分是一对一 对 所以常常聊聊聊到一半 他们就开始哭 哦 真的 就开始哭 对 然后也有遇过就是 呃 我只是觉得 诶 你怎么会看五线谱 因为大部分学音乐就是 可能就是长大就有兴趣啊 然后因为学五线谱 我通常就是可能以前学过钢琴 我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对 然后就问他 然后他就开始哭了 嗯 对 然后他就说 他以前其实很优秀 但是 他一直很想要读文学 可是 他 他爸妈要他去读 就是医科 但他后来 他是真的是一个医生 对 然后他就开始哭 然后他就觉得 就是他很想要从事文学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懂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 对 我以前很想要做音乐这样子 然后我就鼓励他 我就说 那你 就是你可以考虑 就是 朝你喜欢的方向去做 可以去试试看 我就跟他讲说 二十年后回想到 你会不会后悔 如果你会 你可以长去做看看 对 然后他就真的辞职了 他原本在台南当医生了 然后来跟我学吉他 哦 对 然后 但是对我来说 应该说对 可能旁边的人讲 那你就少了一个学生 你就少了一个收入 但我觉得很棒 因为 我有祝福到他 所以现在 在远东课大 也已经教了 有一段时间了 对 两年多 两年多 好像原来想找你做班导师 对 所以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哇 怎么那么神奇 我原本是一个 要去考音乐系 没考上的 对 但是后来我现在当了 音乐系老师 那时候我们副院长 对 然后 他就听说 我这个 我 我怎么样帮助学生 然后 我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学生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 突然间整个身体状况很 很不OK 然后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他要去急诊 可是他不知道打给谁 他就打给我 然后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来救我 他就是很虚弱的声音 那我就 我就后来就跟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就开车 开我的车 就跑到他的宿舍 然后扛着他 对 他一百多公斤 扛着他 然后坐上我的车 然后送他去急诊 送到医院 对 然后就联络他的家人 对 对 所以这个师生关系 也是很密切 是 然后我也常常 下课的时候 我会跟学生聊天 对 对 还蛮喜欢跟学生聊天 所以其实真的透过这个信仰 尤其透过这个老师的功课 恢复了你很多 你的内在 以至于你跟人之间 互动的模式都不一样 那你跟妈妈呢 毕竟从小到大 所以其实一开始 会有很多的愤怒 对 会有很多的怨恨在 但是 其实后来想一想 就是他们已经尽力了 对 他们用他们的 尽他们所能的来爱我们 对 那 所以 后来我开始 就是学会感谢 对 因为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 真的 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就是很多余啊 或是 譬如说 像我妈她就很爱买便当 对 她以前就一次买了好几个便当 但因为我很忙 我都在外面 所以便当就会放到坏掉 然后以前我就很生气 就是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 那有一次我在开会 对 突然间就打来了 然后就很紧急 然后 然后说 家里买便当什么 然后 那时候我就 我说好啊我知道 然后我就挂她电话 然后我后来想 好像很没有礼貌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回了一封简讯给我妈妈 我就说 妈妈谢谢你就是 帮我买便当 对帮我买便当 然后谢谢你 你爱我 对 然后我刚刚我在忙 我在开会 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讲话 对 然后我后来我就留言说我爱你 你们的沟通应该不常说爱你这种话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妈有吓到 对 就像我讲 就是 当我们学会感谢的时候 对啊 就是他们 尽他们的所能 对啊 就是 的努力来爱我们 所以现在比较是一个理解的角度在看 对 过去父母亲对待你们的方式 对啊 所以 妈妈也有被你得到教会吗 她偶尔节日的时候 对 会来 因为在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啊 朋友啊 然后我们就会 在 譬如说在我 我家或我阿嬷家 对就一起考虎 但 我妈就会很感受到被爱 因为 譬如说就会有一些女生 阿姨抱抱之类 然后就会抱我妈 我后来发现 我发现会有点 吓到这样 她不晓得怎么反应 对不晓得怎么反应 对 但是刚才她是笑着的 对 就觉得 就是有被爱到这样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持续在教音乐当中 真的走上自己喜欢的路 而且不但是自己喜欢 还能够帮助别人 对 没错 是 最后有些话 要鼓励我们的观众 我觉得就是 在我们人生当中 会有很多 你很想要 比如说表现的时候 或是你很想要被关心的时候 对 那 有些时候你会 或是有些人会讨厌你 那你这些时候 你可能 你会觉得很失落 对 但是当我们把 天赋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角色的时候 对 那 纵使别人不喜欢你 或是别人 可能讨厌你 对 但是 或是很多人按你 就是这个 对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那个按你站的时候 你这些都忽略掉了 对 就是神看你的眼光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当你知道 我们去爱 然后当我们知道 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你知道 你生命当中 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位 他给你按赞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小的时候 在很多人眼里 你自己说都很笨 好像什么都学不会 大家都骂 什么之类的 没有发现你的特别 是 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眼光 不管是看我们自己 或看别人 是 对看到那个独特神造我们 特别不一样 特别美好的那个部分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可能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 跟正负一样 都经历过了霸凌 这些年里面 我们可能对霸凌 有比较多的认识 其实这个霸凌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尤其对正负来讲 那霸凌他的 就是他自己的老师 而在那个时候 他的父母亲 因为忙碌的关系 没有察觉 也没办法成为他的帮助 所以他一度非常的忧郁 甚至想要结束掉 自己的生命 然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父母亲又离异 他在追求他自己的梦想 又不顺利 他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一个音乐人 他想要发展这个方向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得到他想要的 所以他又忧郁了 又想要结束掉他的生命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信仰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成为一个翻转的力量 信仰到底带给他 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第一个帮助他 如何来面对过去 那些痛苦的经历 你知道每一个人 他的过往所经历的 很多的时候会缠住一个人 抓住一个人 让他走不出来 但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个信仰 知道饶恕的一个重要 所以他真的可以从过往 这一切的痛苦里面 那些的记忆里面 得到释放 甚至得到医治 而信仰又帮助他 让他明白 神是一位开路的神 所以甚至帮他 可以追求他的一个梦想 甚至成为老师 可以帮助许多的人 朋友们 我不晓得说 你在过往里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到如今 仍旧深深的影响着你 我们很多的时候 被一些过往的事情 所缠住 而且走不出来 所以你不在过去 但是未来也走不出来 也没有一个方向 所以你是过着一个 卡住的一个人生 但是朋友们 你是否知道 神可以帮助你的 我相信今天的一个见证 要再一次来对你说话 其实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 可以真的是从 过往的经历里面 一切的痛苦里面 得着释放之外 它还可以给我们的力量 可以往前去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见证 是对你跟我来说话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相信神也可以来帮助你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 主还在对许多 现在正在看这个见证的朋友们 来祷告 主啊他们过往许多的这些 折磨他的这些记忆 这些痛苦的经历 主这不是他们所要的 但是他们就深深的被影响 到如今走不出来 阿爸父啊 当这些朋友们 听到今天的见证 主啊 当他们向你祷告的时候 现在正在祷告的时候 恳求主你 接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让他们从过往的捆绑里面 可以得着释放 可以得着医治 让他们可以走出 他们一切的黑暗里面 迎向光明 阿爸父你也是一个开道路的主 让我们呢 不是被过往所缠累 而是我们可以往前去走向 你所为我们计划的人生 主啊你帮助我们 谢谢你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 宝贵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